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17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 万卫独报 我是Cherry 中国经济下滑 影响政府财政 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不断降低 据中共官媒报道 中共国家总理李克强8月16日 在深圳召集广东 江苏 浙江 山东 河南 四川等 六省领导人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 李克强指出 六个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5% 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顶梁柱 要发挥稳经济关键支撑作用 六省里四个沿海省 包括广东 江苏 浙江 山东 在地方对中央财政近上角中贡献超过六成 要完成财政上角任务 当前中共财政体制是中央与地方采取分税制 来划分各级政府收入 经济发达省份财政收入规模高 中央财政相应从中获得的收入也更高 中央财政部分收入通过转移支付形式 再分配给各省 其中获得中央财政补贴的 又以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为主 然而 李克强看重的四个沿海省份的财政情况并不乐观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2上半年 广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6730亿元 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因素后同比下降0.5% 按自然口径同比下降11.4% 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984亿元 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因素同比增长4.2% 按自然口径同比下降6.2% 江苏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4639亿元 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因素同比下降5.8% 按自然口径同比下降17.9% 山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3950亿元 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因素同比增长6.3% 按自然口径同比下降8.2% 台湾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指出 传统上上海财政上角贡献最大 这次李克强没有点名上海 这次有一个特别突出 上海疫情封控两个月财政受到冲击 逼着他也无能为力干脆不找 其他地方要扛起更大责任负担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林雅林也指出 上半年中国31省份全部财政赤子 包括中央也面临财政赤子 加上中国经济状况很糟 完全没有内需 民众不消费 靠投资拉动经济成长 中央的赤字率又要控制在目标2.8% 因此也要控制地方财政上缴情况 人民银行也要上缴钱给中央 中央中西部省份财政转移支付都需要钱 继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出访台后 恼羞成怒的北京当局 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连续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大规模 多军兵种实弹演习 解放军发射的弹道导弹还曾飞越了台北的天空 但此举并未阻挡来自民主国家对台湾的支持 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亚太小组主席 民主党籍参议员艾德·马基率领的另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 8月14日也抵达台湾访问 日本共同社16日报道 日本国会跨党派友台联盟日华议员肯谈会会长 自民党助议员古乌龟斯预定于22日至24日出访台湾 并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及台湾国防部等官员会谈 此次访台是古乌龟斯 继他在2020年9月来台出席前总统李登辉告别事后再次访台 消显示指出 日方担心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去世后 日本和台湾的关系会被削弱 这次访问将强调日台间继续往来的意愿 另外双方还将讨论与美国合作改进防御系统的必要性 并就中共在台湾周围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交换意见 同日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加拿大参议员计划在10月访台 加拿大众议员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 加台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主席石格洛表示 8名同属加台国会议员友好协会 和加拿大众议院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议员将前往台湾 加拿大国会议员早在去年就访台计划因疫情原因一拖再拖 当前正值中共因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而逐步升级台海情势之时 石格洛坦城出访台湾势必引发中共不满 但他强调访台是必要的行程 他说民主很珍贵 是我们所有人每天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需要保护其他为自由和民主而战的国家 此外据此前报道 英国国会下一月外交事务委员会8月初已宣布 将在今年11月或12月初访问台湾 本周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 一个代表团称 11月会访问台湾 有专家和媒体认为 民主国家绝不会因为中共政府的不满而威胁 而停止访问台湾 而完全了解这一点的中共政府 似乎也在制定计划 以在台湾以及台湾周边海空域 不同强度和烈度的演习 来对不同层级外国政要访台 作出回忆与反制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两周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就台海军事表态 他附和着北京的宣传口气 批评佩洛西的访台 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挑戏 是美国蓄意破坏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普京称 美国试图巩固自己世界霸权地位 西方将其国内的矛盾和问题 归咎于俄罗斯和中国 来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 对此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7日表示 中方对普京总统的表态高度评价 佩洛西访台后 有170多个国家发出正义的声音 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并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普京此次的声明是 中俄高水平战略协作的体现 也是两国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一贯相互坚定支持的体现 中国愿意继续与国际社会 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共同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 外界此前猜测佩洛西访台仪式 让中共与俄罗斯有非公开的接触 对此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普京并未因为佩洛西访台 而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所接触 《华盛顿邮报》日前报导 引述多名专家的分析认为 俄罗斯如今对中共的依赖越来越深 过去冷战时期 俄罗斯被中共当成老大的时代 已经不在 如今因战争孤立而脆弱的俄罗斯 已正沦为中共的小老弟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8月初访台后 中共在台湾周围举行军演 美中关系陷入紧张 美国驻中使领馆17日连发推文抨击 中共企图改变两岸现状 美国驻中使领馆在推特上 将美国国务院亚太媒体中心的英文推文翻译成中文 并且加以转推 美国驻中使领馆在守则推文批评 有一边有一方在谋求改变现状 海峡两岸的现状 这种现状是40年来 台湾海峡两岸稳定和安全的核心 不是美国 不是台湾 接着第二则推文再批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挑战现状 最近它对本月早些时候 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做出挑衅性和完全不必要的回忆 再次展现出它挑战这种现状的意愿 第三则推文则抨击 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挑衅的回忆是慎重有节制的 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打算升级局势 没有理由制造危机 但我们也明确表示 我们在该地区进行符合国际法的飞行 航行和活动不会被阻止 中共公安部去年4月以来组织多项打击诈骗专案行动 截至7月从境外劝返涉诈人员23万名 中国多地祭出注销户籍等威吓手段 要求诈骗人员返国 拒不回国者老家还被喷漆攻势 中共官媒央视新闻报道 公安部对电信网络诈骗犯 涉养老诈骗犯罪持续依法严厉打击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年来持续上升势头 得到有效的遏制 去年6月至今实现立案数连续14个月下降 据报道2021年4月以来 中共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 深入开展云建长城断卡断流50等 打击诈骗专项行动 先后组织开展154全国集群战役 报道称自2021年4月至2022年7月 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59.4万起 国家反诈中心推送预警指令1.45亿条 拦截诈骗电话28.1亿次 简讯33.6亿次 封堵涉诈功能 变数名称网站400万个 紧急拦截 只付涉案资金人民币5518亿元 成功避免了1.09亿民众受骗 报道还称 中共公安部从境外教育 劝返涉诈人员23万名 付境外针对国内实施犯罪的人员 大幅减少 中共打击诈骗犯罪最主要的手段之一 就是所谓的劝返境外诈骗人员 拒不归国者 部分地方还寄出了亲属连坐的措施 为其家人和子女读书 升学 参军 个人微信 考录公职等方面从严把关 原则不通过 地方官员挨家挨户的调查 涉诈骗人员不仅公告缉拿 还使各种威吓手段 逼迫诈骗人员返国 甚至在其老家喷红期 著名这是涉诈骗人员之家 前呼万唤万媒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睇今期间 我一个部位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 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媒TV粤语台 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 以上是本期《妄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感谢观看